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彥婷 我是Hana 我是明鴻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年前兒童遊戲Top10 就是第10到第6名喔 那什麼是兒童遊戲啊 兒童遊戲就是適合8歲以下的小朋友玩 那規則很簡單 就是在過年的時候 家裡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我們可以隨時拿出一盒 馬上帶他們體驗這些遊戲 喔 很棒喔 那我們要從第幾名來介紹呢 那我們從第10名好不好 好啊 那第10名是 那第10名 那我們的這個 第10名呢 就是我們的石頭湯 那其實石頭湯呢 就是跟我們世界上的知名繪本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哇 這個方面真的是很漂亮 好美喔 那在這個石頭湯呢 我們其實就是跟 故事一樣 我們要做出一碗 就是一鍋 很美味的湯 然後讓大家去喝 而且這個遊戲呢 它是一個合作遊戲 所以大家要想辦法一起贏喔 而且在我們的河背啊 其實上面都會有我們的規則 而且會有我們的QR Code 你如果到時候有任何問題 其實可以直接掃QR Code 去我們的網站上面去看任何的相關資訊 好 接下來是第9名 那我們的第9名是 登登登登 那我們第9名是 大腦意志盒 這是一款強調短時間專注力的遊戲 像是它裡面啊 都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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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卡片 我手上拿的這一盒是特別的 因為它這一盒啊 上面都只有圖片 沒有任何的文字 所以它玩起來也適合很小的小朋友可以玩 那它這裡面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盒子 都有不一樣的組合 譬如說這個就是動物的啊 這個是跟發明有關 甚至交通工具 還有這個 這個很厲害 這個是各式各樣的國家 很難 其實這個遊戲超棒的 我那時候一開始在玩的時候 我想辦法記錄上面很多的東西 上面的字啊 任何的東西 但是它最後最後它就想問我說 你知道哪個動物在哪個動物的哪邊嗎 什麼 太難了吧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第9名的大腦意志盒 好我們的第8名是 今天是我們第8名 這是快樂五代 那這款遊戲呢它很可愛喔 它裡面有超超多顆蛋 來 這款遊戲呢很適合小朋友跟大人一起遊玩喔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很可愛 很特別的一些指令 像我們骰這個骰子 我們要把蛋夾在我們身上 比如說像這樣 我們要夾在我們身上 然後去遊玩這個遊戲 而且在結束前都不能掉下來喔 以下這款呢很適合大家在過年期間一起投樂喔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第7名 欸你們怎麼夾的蛋 趕快把我這個蛋拿過來 還給我 好那接下來 終於正式介紹我們的第7名 大家好 第7名 第7名就是我們的怪獸來敲門 那我們把盒子打開喔 好我來 A一下 喔它是一個很漂亮的衣櫥 我們可以把衣櫥打開 那怪獸來敲門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 我們怪獸啊它會來嚇你的一個遊戲 那我們要想辦法一起把怪獸擊倒 把他趕出去 那就像是我們迪斯尼的那個電影 我有看過 像什麼 怪獸電力公司 對 所以呢 一樣我們這個遊戲呢是要合作 我們要一起把 來嚇我們的怪獸啊 一起踢出去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上面啊 它都很漂亮的卡片跟插畫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啊 也很適合我們過年的時候 家長跟小孩子一起來玩 的一個很溫馨的一個小遊戲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的第七名 好 第六名是 第六名 獨角獸莉莉 獨角獸莉莉它是一款很特別的遊戲 有莉莉跟她的好朋友 決定比賽看誰先到彩虹王國 那在比賽的過程中 他們會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寶石 等待他們收集 那遊戲裡面還有很多巧思等待你去發掘喔 哇 以上是第六名 那我們來快速複習 第十到第六名吧 好 那我們的第十名 就是我們的石頭湯 第九名呢 就是我們的大腦意志盒 第八名我們的快樂舞蛋 還有第七名 怪獸來敲門 以及第六名 獨角獸莉莉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 第十名到第六名喔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 第五名到第一名 第七名到的 第七名到采為競走 第七名到采為競走 第七名他是要來的